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安會現在繼續開會 回頭進行討論四項第一案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本會期決議協商後提出本次會議處理 現在已完成協商 請議事人員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9年4月13日星期一下午20時30分 4月14日星期二上午10時 4月16日星期四下午20時30分 4月20日星期一下午30分 地點一場三樓會議室協商主題 嚴商行政院環境審議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九條之一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三案相關事宜 協商結論 1.協商共識如附件 2.保留條文 委員證明中等十九人提案第九條之一至第九條之四 第十一條 3.通過附帶決議以下如附件 4.本案於109年4月21日星期二院會進行處理時 先進行廣泛討論 1.時代力量黨團推派三人 民眾黨黨團推派三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三人 民進黨黨團推派三人 輪流交叉發言 1.順序授權一事處處理 每人發言時間為三分鐘 發言完畢後 其一上開黨團續進行各該保留條文黨團版本之處理 本案完成立法後 各黨團同意不提出複議 當日不處理臨時提案 5.本法完成立法後 條刺及援引條刺授權議事人員調整 主持人 游錫坤 蔡其昌 協商代表 林維洲 蔣萬安 林玉華 賴香玲 高鴻安 張其露 柯建民 鄭運鵬 中嘉賓 劉士芳 郭國文 廣碧林 邱顯智 陳焦華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 本案討論時進一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廣泛討論 請各黨團推派之代表發言 第一位請邱顯智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早安 大家好 時代力量對於這次的防疫條例的修正離居 對於追加預算 我們的立場 事實上非常清楚 就是認為說 紓困的力道要加大 那針對這個紓困的內容 必須要具體的明確 那對於第十一條 的這個修正 我們的立場是認為說 在這個經費上限新台幣 兩千一百億元的編列情況之下 這個報經立法院同意之後 我們希望如果將來要再次編列的時候 希望得到立法院的同意之後 再進行這樣的編列 我們希望就是在這個用完之後 在兩千一百億的部分 接下來再要編列的時候 必須要能夠再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那對於這個我們在這個防疫條例裡面的主張 我們希望這個 這個紓困不只是針對這些企業 而是應該要針對 許多的這個非營利事業的這個團體 也應該進行紓困 因為在上一次的六百億的這個紓困的時候 已經沒有把這些非營利團體包含在內 也就是NPO 那事實上 這些NPO 不管是很多的這個福利社福的團體也好 或者是許多的倡議團體 他事實上是在台灣的民主化的過程之中 非常寶貴的資產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 這一次追加預算的一百五十億的部分 能夠就這些NPO 也就是非營利機構 能夠就這個部分也能夠進行紓困 讓這些對台灣的這個社會有非常大的貢獻 而且可能是在這個政府部門 無法承接的社會安全往外 這個最後一道防線的NPO 也能夠在這一次的這個追加預算裡面 能夠讓這個政府部門 能夠讓這個追加預算 能夠協助這些NPO來渡過這個難關 那後面有許多非常多的這個附帶決議 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在野黨 也跟相關的部會 包括財政部 包括法務部 包括司法院的這個相關的首長 都有達成共識 包括對於這個行政執行 像最近在宜蘭這個分數發生了這個 為了執行一萬八而拍賣的這個房子的問題 我們希望行政執行署也好 或者是法院的這個強制執行處也好 都能夠考量到現在這個疫情的這個狀況 一般的民眾基本上他的負擔已經非常重的情況 是要能夠著以這個分期付款 或者是以這個暫停執行的方式 能夠對這一些 接著請張祺路委員 副院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這一次的這一次紓困振興條例2.0的這邊的修法 其實在經過歷次的這些協商之後 我想其實他的爭議非常的大 其實最主要是在於所謂這個金額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這樣講 其實這些金額我們當然認為 為了這次的紓困振興還有防疫 其實我們當然希望是可以應該要增大 尤其現在疫情看起來是越來越嚴重 他確實有這樣的必要 我們要重寬重塑 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需要這樣做 不過但是我們本黨其實在紓困條例一開始在制定的時候 其實在當時的第18條 在民眾黨的這邊的堅持下 我們就已經有成功的入法了 關於整個這個紓困條例的這個監督機制 包括三個月在執行的過程中 他就必須要到我們立院有書面的報告 然後六個月要有整個的這個行政院長的這個備詢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堅持這個條文 其實就是認為說 其實不管怎麼樣做 他中間的這個監督控制機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在財政機率這一端 那這一次的話 我想藍綠兩大政黨 他主要的爭議都是在這個 在所謂的這個預算上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這些錢的這些編制是怎麼樣 他的到底他的理由是什麼 雖然我們承認現在需要更高的這個預算金額 但是我們也要呼籲一件事 就是他的財政機率還是要被準確的監督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民眾黨現在在這個第十一條中 我們會提出我們的這個修正的這個動議 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在我們認為說 現在也許是可以按照行政院的這個版本 再追加一千五百億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去接受可以支持 那這個上限在兩千一百億之後呢 我們也還是要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在執行的狀況是什麼 其實在我們1.0的這個執行版本裡面 我們雖然我們可以認同就是說 也許時間很短處在執行率上並不佳 那但是我們還是要監督的這個機制 還是必須存在 就是說我們在修正動議十一條裡面 我們會認為在未來必須執行率達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並報行政院同意之後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追加這樣子的一個 在修正動議上的一個堅持 就是認為在過程中 我們必須要知道整個執行的狀況是如何 尤其是在這樣子這麼大的龐大預算下 他要是執行率仍然是不佳的 或者是說他執行上有疑慮的話 這個地方我們還是要必須要有 能夠有個有效的國會的監管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預算的這個概念上 是認為說這才是一個正本清源 而不是說只是開了一個空白支票 然後呢我們在國會這個地方欠缺監督 所以我們本黨的主張還是一樣 我們支持這個預算 但是也要有國會的這個財政監督 接著請江啟臣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開始 其實國民黨團在2月2號 就已經提出紓困條例 紓困特別條例的草案 當時國民黨主張500億元 那一開始行政院不以為意 到了18天以後呢 行政院提出了版本 後來立法院我們通過了行政院的版本 是600億的預算 3月10號我在這邊總質詢問蘇珊張院長的時候 我也跟他講 其實經濟上面的紓困 我們要超前部署 所以我們看到行政院呢 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提出了特別條例的修正草案 追加1500億元 特別預算規模達2100億 也且將所有的紓困經費 拉到所謂的一兆五百億 但是我們這邊要提的是 國民黨團支持的是有效的紓困方案 有效的紓困預算 我們也要請執政黨不要忘記 這些預算都是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請教你有沒有問過 人民這些預算要怎麼用 對他們最有幫助 因為我們第一期的紓困預算 裡面有提到執行滿三個月以後 必須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 但是行政院的報告 第一期的特別預算六百億當中 只執行了五十七億 也就是百分之九 這個也就完全坐實了民眾跟產業所講的 看不到吃不到的批評 現在整個國際經濟的負面影響 已經開始發生 IMF甚至評估台灣的經濟衝擊 可能高達負成長百分之四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的產業 特別是我們勞工 可能受到的影響 可能是超乎我們現在的想像 這也是為什麼國民黨主張 現階段的紓困 應該是要排富發現金 排富發現金 因為以行政院的版本 他真正直接發現金的 實際上只有八十七萬的弱勢族群 提供多少 三個月四千五百塊 這個對現在處於邊緣的 這些窮苦人家 弱勢族群簡直是杯水車心 所以當蔡總統說 國民黨把紓困跟振興的政策手段搞混 我必須告訴蔡總統 人民現在最需要的是 紓困發現金讓他們撐下去 紓困發現金讓他們撐下去 如果人民現在人最基本的生活 都無以為繼的時候 我們如何期待後續的振興 所以現在的紓困發現金 就是未來振興經濟的超前部署 現在台幅發現金 是未來振興經濟的 接著請郭國文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本席針對曾明中委員及國民黨團 所提出的九十一到九十四 以及第十一條的修正案 認為這些修法理由欠缺正當性與必要性 首先以九條之一為例 政院版的修正 主要是因為人民跟企業 接受了政府紓困之後 不應再以稅收的方式收回 這樣才能真正達到發給津貼跟補助的目的 這樣的良法美育才不至於打折扣 簡單的講 本次的特別條例的修正 就是要特別需要紓困的 振興的對象給予這個津貼 但是曾委員的這個降低所得稅的方式 卻是全面性的大方送 而在小規模的營業稅的部分 國稅主義主動核實兼免 而銀行業跟保險業 就相對於過去而言 營業狀況相對健全 也不是這一次疫情的受災戶 實在不應該給予降稅優惠 所以我認為曾委員跟國民黨的提案動議 實在沒有必要性也沒有正當性 其次在九條之二 振興消費列為個人的綜合所得 這個劣跡或除額的部分 此一修正的按鈕 容易造成收集發票的道德風行 而在九條三的部分 減免貨物稅的部分 因為進口人是要一體適用 無法針對特定對象 營運困難的這個產業 予以差別的稅率 再者九條四的部分 中小企業的地家稅房屋稅也好 這個其實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稅收來源 在稅率上地方政府就可以自行來調降 反倒是在第九條的部分的規定 才可以直接補貼才是實質的效果 所以我認為上述的條款 從九十一到九十四都沒有它的必要性 也沒有它的正當性 在十一條的部分 現期紓困的部分 剛剛江啟警委員有提到 以目前為止 執政黨所紓困的這個對象 僅僅止於這個弱勢對象 我必須在這邊更正跟誠心 執政黨現在最高發放的金額 對一般的受僱者已經高達六萬 對自營作業者最高高達三萬 對於剛剛所說的弱勢補貼 是最高的四千五 也就是說它的受困紓困對象 已經超過三百萬之多 在這次的條例修正當中 本席特別要引述前財政部長張聖和的談話 張聖和公開表示 政府資源有限 與其全面性的撒幣 不如採取標靶治療法 將資源集中在因疫情而艱困的產業跟對象 而稅制是長期的措施 如果現在貿然減稅 不但是緩不積極 而且會破壞稅制的這個完整性 以上報告謝謝 接下來請王婉鈺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們時代力量作為一個 趁職的在野黨 我們希望在今天討論 這個紓困條例的修正案的同時 我們希望能夠謹慎的再提出 更多相關的措施以及防疫的共同努力 第一個就是剛剛邱顯知邱總召也有提到說 現在因為疫情的影響 導致許多市井小民的收入 及財政狀況不佳的情況 所以無法在這個時間 不力提出繳納相關的稅捐罰緩等等 而導致受行政執行或強制執行 所以我們在附帶決議書裡面也提出來 希望能夠除了義務人或債務人 是因為未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措施 而遭到處罰的部分之外 能夠酌情來參考 來評估這些人民的需要 保留他們的生活的所需 將這個強制執行的部分能夠延緩 或者是以分歧或是延後繳款的方式 來體恤人民 讓大家能夠一起在疫情的衝擊下 還能度過這個難關 第二個部分就是在防疫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一起來協助更加的完整 我們可以知道在這個期間 我們希望盡可能的避免國人 以及外國人的出入境的遷徙 以降低感染的做法 但是目前外交部針對這個拘留權的部分 短期拘留的部分是將30日做一個延長 但是仍然受到180天總日數的限制 如此一來 這樣子的出入境可能會延緩了家庭團聚的困難 可能增加了家庭團聚的困難性 同時也增加了這個出入境 導致的疫情的可能的風險 所以我們會希望在此提出附帶決議 讓合法拘留或拘留的外國人 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港澳相關的居民 以及配偶等等經住居的伴侶 都能夠在這個期間 予以延長他的拘留期限 避免這個出入境造成的防疫的缺口 最後就是我們持續 我們始終關心的是 學生的權益 以及教育端的防疫的措施 所以我們 包括我以及很多立委 都有極力爭取了這個學校熱像儀的設置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這個東西是能夠確實的良好體溫 能夠讓他做好防疫的工作 也因此我們希望這個採購的標準能夠明定 而且在照標的文件中 能夠訂出相關的契約 避免添購到不適合的設備 比如說工業用的感測儀等等 因此我們也在附帶決議的部分提出來 在這個照標契約以及文件中 應該要明定 採購的項目應符合醫療器材的標準 並且取得衛生福利部門相關核發的 醫療器材的許可證 用一個符合標準的儀器材來審視 這樣子面對疫情 所以針對這幾項我們的呼籲以及協助 我們希望在這個附帶決議的部分 都能夠得到大家認同 並且讓他能夠通過 謝謝 接著請賴香菱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想在這個時候談紓困2.0的修法 很重要的就是看現在整個從紓困的對象裡面發現 整個經濟情勢已經開始陷入一個超超前的狀況隱憂 什麼隱憂 第一個有關無薪休假減班休息這個人數 從廠家數一天驟增幾百家 到目前已經到一萬五千人以上 這樣的一個數字我相信大家點滴在心頭 誰需要紓困的就是這些勞工朋友 第二個之前通報也是一樣 到二月的一萬兩千多人 暴增三月有兩萬兩百六十八人 四月十七號有八千兩百三人 之前通報人數極限上升 這加加起來就是大概兩三萬個家庭 這樣的一個數字看得到大家非常的憂心 能夠在紓困2.0裡面解決他們的需要 擴大他們的紓困內容嗎 雖然在這一陣子的質詢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為非常弱勢的朋友們提出了各種需求 但是看執政黨到目前的做法 第一個門檻過高 對象設定上一再無法讓大家滿意 就連勞工的部分 除了投保薪資極具門檻 還是鎖定在兩萬四以下的 未課稅足之外 在有關租金補貼部分 到現在也沒有寄出新的方案 所以我想我們站在 在也的這個監督必須要很誠心的問 再增加1500億 你能夠對他們做到立即有效擴大的紓困嗎 如果再增加1500億 如果疫情擴大之後 對象已經是政府現在無法立即實施的 你要不要再啟動更大的一個紓困的做法 這個當然相對的挑戰 在也黨是不是願意 跟政府一起把相對的資源 挨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 所以在這次修法的第一個時間 政黨協商的時候 民眾黨的這個要求已經列入了附帶決議 已經通過了 也就是不論是不是有勞保 只要有工作的證明相對受到疫情的影響 相關部門要合作的提出 對他們的需求的立即可有效的方案 這個是附帶決議的部分 第二個是競貧相對弱勢者 他在現有的這個急難救助也好 在使用的這些輔助也好 看起來並沒有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 所以我們也要求對於競貧弱勢的這些對象 能夠啟動他們的急難救助 因為第一次編列的7500萬的急難救助 到現在只有四戶只發出8萬塊 只執行了0.01% 這樣的一個急難救助 我相信國人看在眼裡 內心都要淌血 急難急難不到我 我如何相信我們的 接著請翁從軍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國民黨的版本非常簡單 就是主要增加排富發現金 我們這樣做的主要的目的有兩個 一個是要回應廣大民意的需求 第二個我們希望照顧更多的鄉親 照顧到1500萬人到1700萬人 我們參照世界各國的一個狀況 包括美國、日本、新加坡或者港澳 大部分都是以發現金 來作為這一次紓困或者振興的一個方向 我認為國民黨排富發現金 是一個值得全體同仁大家支持的一個方向 第二點我想我們這一次提到的發現金 增加1000億來發現金 我們是有根據的而且是排富的 但是我們對照執政黨在5月31號的時候 他回答立法院立委的質詢 行政院蘇院長是講1000億 當天的晚上行政院發行人也是記者招待會 一照就台灣也是追加1000億的預算 只有短短幾個鐘頭我們看到 蔡英文總統又講了1500億 當天晚上記者會隔天早上增加500億 蔡總統打臉書登倉 這500億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也沒有任何說明任何交代 今天我們看到民進黨的版本裡面 2100億他又可以要授錢空白授錢 2100億跟我們民眾黨裡面要執行60% 又不一樣又要授錢 必要的話可以再增加2100億 行政那個立法院打臉蔡總統 我們今天要知道的是到底你們匡內預算 特別預算是根據什麼而來的 數字是要發放哪些項目 對向金額執行方式 不能用這種方式 一千一千五四千二 我覺得這樣對於老百姓是沒有辦法交代的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的版本國民黨最有希望大家支持 第三點我們這一次的預算 還是堅持預算Benson的精神 所以我們在62條的時候 我們希望在機關杯裡面不能留用 各機關不要留用 第一個原則 第二個原則筆記檔也提出來 就是我們對刪減跟刪除的預算 不得增加支出之提議 接著請羅美玲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那台灣現在是防疫期也是紓困期 那等到疫情趨緩之後 台灣才會進入這個振興期 我們很遺憾的是 國民黨很顯然的真的把紓困期 以及振興期給搞混了 那這一千多億其實就是救急錢 那在現在這個階段 除了防疫 針對因為受到疫情影響的產業 個人以及弱勢 我們如何給予協助跟紓困 才是當務之急 而不是漫無目的的大撒幣 那國民黨的版本當中呢 年收入兩百多萬的家庭可以領到六千塊 那年收入呢一百多萬的家庭可以領到一萬 也就是說這些月領二十幾萬 十幾萬的家庭都可以領到現金 請問意義何在 而且排富的門檻呢太低了 那再來呢 這時候我們來發現金 說實在時機也不對 那民眾呢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現階段呢都不太敢出門消費 那這時候發現金 民眾大部分都會存起來 根本沒有辦法帶動經濟的發展 所以紓困期就不需要再提振興時候的事 那國民黨版裡面呢以報稅戶作為單位 可是呢像路邊拿刊版的啦 夜市的攤販還有零售業者 他們幾乎都不會報稅 也就是說這些人全部都被排除在 國民黨版的這個紓困條例當中 而這些人呢才是受到疫情影響很嚴重的這個弱勢 錢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讓真正有需要的這些產業 個人還有弱勢呢得到真正的協助 那才是我們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以上謝謝 接著請陳交華委員 主席大家好 時代力量在這一次附帶決議有提出兩項 請大家支持 第一項就是針對勞保條例第八條 準用勞工保險規定的一些自營作業者 那這些自營作業者 他們是沒有納入職業工會的人 那這些人的人數呢 在附帶決議是十萬五千人提出來這些人 但是如果再加上他們是在兩萬一千元以下投保的人 可能還要再增加兩萬七千人 那請大家支持就是在自營作業紓困2.0方案裡面 也可以將這些人納進來 那這些人納進來每個月一萬塊總共三萬塊的總支出 大概是八億左右 請各位同仁能支持 那另外一個附帶決議就是針對防疫破口的部分 我們知道這個這一次磐石劍 磐石劍不知道是不是在登船前就已經有感染 或者是他們到帛琉之後才感染 但是因為這些人呢 他們長時間在這個船艦上面 所以是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那我們知道防疫中心針對 針對密閉的這個房間 甚至我們辦公室裡面的這些 是不是要戴口罩 是不是有一些規定呢 到目前並沒有很明確的去規範 所以這個時代力量所提的這個防疫的這個中心 請他們能夠為了這一次磐石劍的這種情況呢 請他們定一些規範 包括這些官兵他們要做自主隔離 或者是這些船艦的軍官還有這些士兵 都沒有有健保卡的註記這個部分呢 也希望他們防疫中心這次能夠針對這樣的情況做好規範 然後加強宣傳 那最後就是非常多的辦公大樓 甚至我們立法院也是有這樣的辦公大樓 甚至很多辦公室是沒有窗戶的 所以請防疫中心能夠定好規範 如何加強可能的防疫破口的這個注意 讓大家能夠好好的防護病毒可能的傳播 好 謝謝 接著請高宏安委員 主席好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還記得立法院在2月25號的時候 我們通過了紓困條例 當時我們匡列了600億元的特別預算 經過才一個多月的時間 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狀況 其實受影響的民眾呢持續的增加 產業也持續增加 所以呢 本席很高興代表民眾黨黨團 我們在立法院經過了5次的黨團協商之後 我們終於凝聚了我們各黨團的共識 在今天我們即將通過的這個紓困條例的修正案 能夠追加1500億元的特別預算 那當然民眾跟產業的困境是非常利己 而且需求非常的急迫 所以呢 我們看到立法院呢 其實我們在3月13號我們凝聚共識之後 快速的三讀通過600億的預算 但是預算通過到現在39天的時間 上有很多的規劃跟執行 甚至資訊方面其實是不夠周全透明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 受衝擊的企業他們的紓困貸款申請的程序 仍然十分的繁雜 基層勞工也表示說他們要拿到這個補助的津貼 他還必須得要先收到職訊 也就是我們的充電再出發的勞工紓困方案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外界也都批評是脫離食物 那直到說外界批評非常多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勞動部才增加了補助受嚴重衝擊行業的勞工 但是僅有50萬名的名額 所以這些問題都顯示出來說 我們目前的行政部門呢 紓困預算的執行 還沒有辦法完全符合當初我們民眾黨黨團 所建議的分級分流 救急救窮 扶持老百姓普惠小商家這樣的主張 你更不要說有一些部會 雖然我們對外有提出紓困方案 卻至今還拿不出我們的評估報告 還有具體執行的方案說明 再來許多的紓困措施 就是他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協力配合 我們現在看到許多的縣市首長都在抱怨 中央跟地方縱向溝通的機制不足 地方的這個基層政府其實拿到的預算 其實都還需要中央去做撥付 很多的這些民眾跟產業 他在地方做申請都是直接向中央去做申請 所以呢最熟悉這些時機需求 我們在講紓困的時候 其實地方政府應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但目前看起來地方政府只能夠很被動的去執行中央的政策 中央政策跟地方的資源也未能充分整合 這是我們看到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民眾跟產業朝野的政黨都能夠理解 快速的疫情變化政策必須要與時俱進 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但是呢本習在這邊呼籲政府的是 我們應該要聰聽地方政府還有人民的需求 我們持續的去做滾動式的檢討 在執行的時候也應該適度的跟各個地方政府來攜手分工合作 分層負責才能夠使資源分配的效率更好 方案能夠更落實到地方跟人民的需求 以上謝謝 接著請蔣萬安委員 這次疫情對台灣經濟造成的影響有多嚴重 4月17號上個星期五全國無薪假的人數已經破萬 達到一萬五千人 事業單位636家 更不用說這當中有非常多的黑數 因為有很多事業單位 他是沒有通報地方政府 因為並沒有強制通報 美國現在申請失業補助 達到兩千兩百萬人 創始上新高 昨天華航也已經宣布 員工五月份減薪百分之十五 一級主管減薪百分之二十五 我們看到製協代工大廠也宣布 將從六月一號到今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要每個人每週無薪假六天 影響三千多人以上 所以民眾現在渴望的是能夠一筆即時以 一筆現金 帶領大家渡過難關 我們看到行政院的紓困方案 利益很好 但是設定了許多的門檻要件 申請程序繁瑣 更不用說還要審核 民眾感到非常的無助 所以舉例來講 在勞動部的薪資補貼裡面 要加入職業工會 要投保勞保 集聚還要兩萬四千以下 有很多民眾他繳不起保費 沒有加入職業工會 更不用說你一刀切到兩萬四的集聚 那兩萬五千二的集聚的民眾呢 都沒有被照顧到 我們在我們的版本第十一條裡面 追加一千億 清清楚楚指令用途 排付之後發放現金 直接入帳 讓民眾拿在手上才是真的 照顧到一千五到一千七百萬人 其他國家 美國、英國、馬來西亞、香港、印度、澳洲等等 都在這個時刻發放現金 我們看到民眾、基層、百姓都在反應 現階段他們需要的是現金 行政院一再的強調 酷碰券、抵用券 這個是疫情趨緩結束之後 振興要做的 現階段 民眾需要現金 幫孩子繳學費 陰陽午餐費、水電費跟房租 拜託政府 聽到基層百姓的聲音 了解民眾的困境 接著請蔡易宇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在討論一千五百億的一個特別預算 我們要強調的就是說 國民黨從剛剛不斷的在講現金現金 事實上今天所要通過的一個特別預算中 就有包括一千零三十五億是屬於紓困的一個現金方案 所以在這一個條例通過之後 我們將會給有需要的人一筆現金 讓他們在這一次我們還看不到 鏡頭的武漢肺炎的一個疫情中 可以馬上拿到一筆救命錢 那我們強調的 我們要給人民的這些現金呢 是救命錢的概念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現在都需要被救命 我們要針對不同的狀況 所以在這一次中列舉了 不管是不同的職業別 或者是在不同的狀況中 他們需要什麼層次的幫忙 政府一定跳出來幫忙 就比方說在薪資補貼中 我們希望可以穩住百姓的就業 因為我們就繼續就業了 我們要求企業 因為你不能讓員工有減薪 不能有財務的狀況 所以我們就支付四成的薪資補貼 以兩萬元為上限 這樣的照顧人數有八十萬 就需要四百億元 那我們針對這些老闆檢診 我們針對這些自營工作者的補助 一個月一萬給他們三個月 那這個部分照顧的人數也有一百一十萬 就高達了三百三十六億 大家大家這樣聽 剛才四百億到現在三百億就七百億了 所以我們知道政府的預算是有限的 要怎麼把這些預算拿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是我們這次討論的一個重點 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這種現金的幫忙 如果照國民黨的方式 用所得稅的科具 的一個方式給現金的話 我們知道說 比方說軍公教 他的薪資沒有受到影響 比方說在國營事業就職的一個員工 國營事業也不會減薪 也不會去對他們做財源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穩住他們的薪水 他們可以繼續過現在的生活 再比方說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也不需要現金救助啊 如果照國民黨的方案 我們一個月也要拿到六千塊 這六千塊 我要請問國民黨所的立委 這是要拿來救命的 這六千塊你敢收下去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以協商結論 有協商共識的條文部分 先讀後均以通過 保留條文均佔保留 先處理協商共識條文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七條 維持現行條文 第八條之一 不予增定 請宣讀行政院提案增定第九條之一